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MapReduce它的整体工作机制 我们已经写了很多程序了 知道它在编程的时候是怎么用的 那它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MapReduce这个框架的工作机制 来我们看一下 又是一个原理 现在复习了 首先整个MapReduce程序 它是一个分布式 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有很多的工作进程 第一个阶段的工作进程叫什么 Map task 其实它的进程名字 我告诉你 它还真不叫这个 它的进程名字叫Yang 叫YangChair 只不过YangChair的运行的逻辑是 卖不踏是个逻辑而已 好吧 有一个进程叫YangChair的 这是它的工作进程 YangChair的我给你看 YangChair的是不是还对过那边呢 你看你看一下 这个程序可复杂可复杂的是不是 可复杂可复杂 但是这个程序一定会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Main方法 因为这个是个程序 它得启动的呀 对不对 看到吗 是不是有Main方法 跟你写的Main方法有区别吗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eam 有区别吗 没区别的吗 是吧 当然在那边圆码不给人去解析了 现在解析没什么价值 MainProduce 这海东坡的圆码 现在没有什么人去追究了 没什么去追究 我们讲圆码会讲在哪一块呢 讲到Spark那一块 你们现在会有人去追究你 MainProduce 现在只要你会用就行了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很流行的框架了 好的 那OK 我们这个MainProduce 应该是有很多的YangChair的 在一部分YangChair的在运行Map 还有一些YangChair的在运行什么 ReduceTask的逻辑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ReduceTask 行吧 那整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所说的原理 就是看这些程序是怎么工作的 好吧 这些程序怎么工作 那我告诉你 首先你要面临一个问题 这个程序是谁骑起来的 Yang Yang不会骑 Yang不管 Yang只提供一个容器 我以前说Yang给你骑 是为了让你好理解 也不是ResourceMainProduce ResourceMainProduce和NodeMainProduce 不都是Yang的吗 不是的 客户团骑的 是Job客户团骑的 但Job客户团不会去骑这个MainProduce Job客户团会先骑一个 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再负责把其他的进程起起来 这个进程叫做MR APP Master 有新的同学应该已经 还有印象 我是不是提过这个 MAPMaster MAPMaster 是不是也是在那个NodeManager提供的容器里面 起起来的 NodeManager只提供容器 就是相当于给你一台电脑 至于起什么程序是谁决定的 用户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的Job客户来决定的 Job客户来帮我起这个 他就发一个希腊命令 他记得吗 发过去 那个容器帮你把这个命令干嘛 执行一下 那个程序是不是起起来的 好 那MRAPPMaster 接下来之后 他再去找一些容器来起什么 Yanker的就起这些MapTask 而且这些MapTask的进程 一旦起起来之后 他们之间会保持监控的 就是MRAPPMaster会监控的他们 因为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MapTask跑着跑着 挂了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得知道才行 他知道的话会找 再找一个新的容器 就是再起一个MapTask 好吧 所以他监控的 然后接着是当这个MapTask 跑到某一个程度 是不是会产生数据了 产生了数据之后 这些数据是不是分给Reduce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MRAPPMaster可能就会启动 若干个Reduce的Yanker 这些Yanker就干嘛 就开始工作 开始工作 就会去从Map那边把数据拿过来 当然他只属于他的区 是吧 0号的Reduce 是不是只取0号区的数据 1号Reduce 就取1号Reduce数据 懂这意思吗 好 这是一个整的整的过程 现在我们不用关注运行的流程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Yanker的一旦起起来之后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是吧 它是什么工作 还有Reduce这个Yanker的起起来之后 又是怎么工作的吧 关注这个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程序是怎么启动的 怎么监控的 怎么结束的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不用关注 就关注它起来之后是怎么工作的 那我把这个图 重新给你组织一下 我们现在就只要关注一个Map MapTask是怎么工作的 当然它的进程号叫什么Yanker的 是吧 因为加法的程序是不是叫Yanker的 只是运行这个逻辑 然后MapTask可能有几个 有几个 假设有两个行吗 有两个MapTask 那他们两个一旦被起起来之后 他们俩要干嘛呢 读数据学了 是不是 你的数据在哪 他知道吗 谁起他的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作为参数传给他 被传给他的 他知道你的数据在这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什么A点 A点C B点 A点C点 A点C一类的是吧 好 那我这两个MapTask 都处理你的数据中的哪一些呢 是不是有个分任务的 你不能你也搞A A我也搞A A就被搞了两遍了 那统计结果还对吗 肯定不对的是不是 他比如说搞完之后这个数据到底是哪个搞出来的是不是 究竟是谁搞出来的 分不清了就 得分任务啊 那这个任务我们昨天讲过是怎么分的呢 他们划分输入切片是吧 划分输入切片 他们俩会划分吗 都会 肯定有一个某一个人在划分好了之后 然后给他们分配一下而已是不是 划分输入切片其实是谁划分的呢 叫客户端划分的 负责划分 叫我客户端划分的时候那个逻辑我昨天讲过了 是怎么来的呢 扫描 输入目录中的 所有 文件 然后呢 遍地 每一个 文件 按照128 规格 划分 范围吧 对吧 比如说像这里有三个文件啊 假设这个是200兆 假设这个是 180兆是吗 假设这个是 100兆 那他就会划分出几个切片描述 他用一个对象的描述呢 这都fire spreit是吧 他这个里面会装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文件的 路径 还有偏量范围是吧 0到 8兆 而且这个切片就有一个编号了 是吧 再来一个 这是个什么 1 这里就是 128到 200兆 是吧 然后再来 fire split 2的 应该是哪个文件啊 b这个文件 0到 118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3了 然后也是这个b这个文件 是128到 180 是不是有好多好多这种切片信息啊 这个切片信息这个客户端 扫描形成之后 他会把这些对象放到一个arraylist里面 再把这个arraylist序列放到一个 文件里面 就job客户端 他按照这个算法是不是形成了这一系列的对象 然后再把一系列的对象放到一个array arraylist中 也就是外面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array 最后他再把这个arraylist序列化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 job点 split 把一个list序列化出来这个事情大家不会觉得很神奇吧 object output stream不就把那个list就write出去了吗 有了这个文件 那ok 那个mr 刚才我们画的那个mrapmaster他就能看到这个文件 看到这个文件他就知道这个里面总共有几个 切片 那他就知道该起几个 map task 而且也就他能够分配好哪个map task 读 哪一个切片里面描述的范围吧 是不是可以呀 行吗 好 好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map task的编号为0这个map task的编号为1 那0号map task应该处理哪个切片 说这个0切片 那读的就是哪个文件 a 谢谢而且读的是这个文件里面的 0到12 8兆的范围而已 1 这是0到 因为8兆的范围才是他负责的吧 当然他不会一次性的把它全部读出来啊 他其实是 一行一行读的好吧 好像这个map task是1啊 他也是读这个文件吧 只不过他读的数据范围 不一样 他读的是 12 8兆到 200兆这个范围而已啊 好 他们两个的任务 他们两个时候知道 知道好 那这个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那就看他里面是怎么干的了 map task就知道要读这个 比如说他知道要读这个 他怎么办的呢 他也就读去了 他读的时候他有一个类的 他有一个类 有一个类用一个类里面的方法来读啊 这个类叫做 这个类叫做 Tags input format 什么什么input format是不是我们见过了 在哪里见过 在我们那个job里面塞了参数的时候有一个fire input format 对吧 那这个Tags的input format其实就是file input format的 类 file input format更抽象一点 文件的 读取工具 文件嘛 各种各样的是不是都有啊 而这个Tags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实现类 因为Tags是什么意思 文本文件 文本文件其实就是一些字母串嘛 ASK嘛 或者说GBK嘛 或者说UT F8嘛的东西嘛 没问题吧 那这个Tags input format里面的那个读数据的方法 他就是一次读 一次读一行的知道吧 所以真正去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MapTags会掉这个类的方法去读啊 可以吗 这个类我没给你们看而已 给你们看一下也无妨哈 你看一下有无妨 就做什么 file 好吧 Tags的input format嘛 找一个有缘码的 这个应该就有缘码 Tags input format 但是他这里面并没有直接读的方法 你看他的方法里面有什么read line吗 读一行吗有吗 没有 他这里面只有一个方法叫做 get record 的 get record什么 read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讲的不是最彻底的 他应该是什么 先 就这个这个MapTags 他会先掉这个Tags的input format里面的这个方法 get一个recordread是吧 然后他就会拿到一个record的 read的对象 他会拿到一个recordread的对象 然后recordread的对象他是怎么搞出来的这里面留了一个line line recordread的你看这边是不是传一个参数叫filesplate给他的 说他都哪个切片的知道 你看 是谁在掉 mapTags 是不是掉他会拿到一个recordread的 然后这个recordread里面 他也会传一下你要读哪个切片是不是传给他的 然后今天的呢 他再掉这个recordread的 再掉这个recordread的这个类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 next 他就会反复的掉next的next里面就反复的产生一个key产生一个 好吧 好吧这个代码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 他就不给你去看 以前我会给人看 现在不看了 购费时间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明白就行了 你看着 就说 这个mapTask他会 他会干嘛 掉这个类 拿到一个什么来着 拿到一个line recordread的 这是个对象 拿到一个他 拿到他之后再掉这个line recordread里面一个方法是不是叫next 好吧 掉一次next这个line recordread就去干嘛呢 就会从这个文件里面去 去读一行数据 掉一次就去读一行数据好吗 这里面有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next 掉一行读 掉一次读一个数据 掉一次读一行数据 掉一次读一行数据 而且他这个里面去读的时候会把那一行数据作为 外流 把那一行的起始偏移量作为key 把它交给谁 这是方法的反馈值嘛 交给这个mapTask 好吧 mapTask拿到之后在干嘛呢 他也不知道该干嘛 他就把你这个next产生的key value 掉谁去了 掉另一个类了是吧 你们都知道掉哪个类 他这个next每次next都会产生一对 一对key value 而且你知道他这一对key value里面是什么东西 key key是起始偏移量 行 其实 你俩v呢 行 内容 每掉一次就产生一次 每掉一次就产生一次 现在吧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他就拿了这一对key value 干嘛去了 掉我们写的另外一个类了是吧 掉另外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 那就是你写的吧叫什么名字叫叫什么名字 反正你都要继承它的一个负类是不是 比如说叫 我的看的 卖 他是不是还搞一个contact对象传给你 那那是他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内部的东西了 自己构造的一种工具类嘛 好 然后我们的map呢 每掉一次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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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nance是人家是会反复 要用的啊 就是反复掉用反复是不是这边也就会反复掉用啊 拿到一堆key value掉一次拿到一堆key value掉一次好掉完之后我们每掉一次都会干嘛 我们要con 看一下 right 我又给了他一些 可以和什么 我又给他一些 他每掉一次我都会给他一些吧 给他一些 给到他之后 这个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写的 对吧 我们写的 好给他之后 他拿来干嘛呢 他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类会去接收的 一个叫做 也有另外一个类叫mapoutput collect 你们从日志里面运行程序的时候打什么打日志的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了 什么mapoutputcollect正在那工作 他会把这个数据收集过来就是他会接收到 所谓的接收到其实就是mapoutput掉完我们的map之后是不是放到context里面去了 那context里面是不是他就去context里面拿去了 他就拿 拿了之后干嘛呢 他会把它缓成起来 他拿到了 他拿到之后会把它缓成起来 这样吧 那因为这个图会画很长的 我要放这边呢 我我写我我我我我横着画画 横着画 这样往那边画 他就收到了 收到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他会把它放到一个缓程里面存起来先 这个缓程呢 画成一个圈圈啊 好吧 拉大一点 均匀了吗 均匀了啊 均匀了 他会干嘛呢他拿到了之后啊就开始往这个缓程里面写 而且写的这个不是你直接把这个对象写进这个缓程的 他会把这个对象序列 去画之后缓程了也就是这个缓程里面存的全是什么 二进制是吧 那这个缓程为什么把它画成一个缓呢 是因为他这里面的实现很精妙 他很精妙 当然这个很精妙 我只告诉你这个精妙的效果是什么 精妙效果是 你可以一边往这里面写 往这边写是吧 然后接着比如说方向是这样的啊 这个肯定里面是一些宿主吗是不是有脚标的 那个所以呢 这个顺着这个方向去往那边走 顺着那个方向一直走 那我来画个方向吧 画个方向 行吗 啊 他就会一直在这个里面去写 写 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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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样啊 不写满的 说写着写着写着就写满了 我告诉你他不会等他写满 顶多顶多顶多让你写到 比如你刚才他会记住了刚才是不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写的 他从这个位置开始写的 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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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吧 不能再写了 不能再写了 也就是说你真正能写的 空间是哪一段 就是这一段吧 是吧 嘟嘟嘟嘟嘟嘟嘟 写写写的照 写的照的时候 找那么颜色 漂亮的是吧 自己的照 其实也不是不能再写了 而是你当你写的照 就是占了你整个空间的百分之 80的时候 然后他又做一件事情了 他这边会有另外一个类 另外一个县城 他会掉一个类 掉方法 执行一个逻辑来讲 会有另外一个县城在这里执行逻辑 这个县城执行逻辑叫做 speal speal什么玩意儿 speal什么意思 一出 是吧 因为你的数据可能太多了 我这个缓成没法全部缓成完吧 因为每掉一次你给我一些 每掉一次卖回又给我一些 每掉一次卖回又给我一些 给这给这给这给完了 可能存满了 因为这个总空间只有一百 这个缓成总共只有 100兆 当然这个缓成叫做缓行 缓冲区默认100兆 当然可以调 可以调的 这个调的那个参数什么 到时候我会给你个手册 各种调 这个东西100兆 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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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80%就不让你写了 不是不让你写了 而是在这个时候会启动一个什么 speal县城会去干嘛呢 他会去对这个数据 对这个里面的数据 去做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数据是不是还在内存里面 他会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个事情 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去分区 你猜得到的 分区 还有什么 排序 诶 怎么那么黑啊 把这个衣服一接掉全是黑的 这样 现在白了 穿过去了是吧 他会对这个数据做 分区 还会做 排序 反正数据都在内存里面 分区就是打标记 比如说这一对key value 应该分的几号去 他只是打个标记 这个数据分的几号去 这个分区数据分的几号去 是吧 排序你也好理解的 是不是哪些key在前面 哪些key在后面 那排序就按 key的 看 跟排序排序吧 分区呢 按什么 按 怕 进行的 有个方法叫做 get 他进行方法 对吧 好吧 我想桌色没桌上 好 他就会去把这个数据做分区做排序啊 炸了这是 来再来 必要了 行吗 好他就会去做分区做排序 好 他在这里做分区做排序的时候 那这边是不是还在运行呢 对吧 他肯定不是个单线成的嘛 这边做这边的 是不是这边做这边的 那这边还在运行 这边是不是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很多的key value 那那那你在这里做排序做分区 我还能往里面这个写吗 我要往里面写 那你这排序还能排对吗 排不对是吧 但是他可以写可以往哪里写 因为他是按这个顺序写过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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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 是吧 那他可以继续往这写 就是在你做分区排序的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key value在这里 是可以继续往里面写的 所以这个叫环形混入胶 他可以继续写继续写继续写 那那个排序分区你可能 很快就完成了吧 你很快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会干嘛呢 完成之后他会把里面的数据 读出来把它写到 写哪去你猜 写到本地磁盘 他会把这个类传里面的数据 读出来写到一个本地磁盘 反正就是二斤字嘛 是不是写就是了 而且这个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分好区排好序 所有的分好区排好序 就是相同分区的数据会 在一起 同一个分区里面的key会按 大小是不是排好了 明白意思吗 好那么他就往这个文件里面写 他会把哪个区的写到最前面呢 零号区的数据写到最前面 是不是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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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写写写写写写写 把零号区的数据全部输出完了 接着就输出 接着就把二号区的接着这里写 kv 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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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机器的本地磁盘 当然它有一个公众目录的 它会写在那个公众目录里面 ok吗 好 当当这个spear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map 这个output collector 是不是可以继续往里面 从这里往里面放东西 可以继续放吧 不影响你这一切 因为它排序分区 是不是针对这一部分数据 你可以继续写写写写写 好 一旦你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里面的数据已经排好去分好去 并且溢出去了 那这个内存里面的东西还有必要吗 没有 所以不管了 那它就可以继续往下 就一直可以写写 接着是不是把这个覆盖了 把这个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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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 一直到哪里为止 可能这次是不是从这里开始的 嘟嘟嘟嘟嘟 就是转转转转转 转转rat就行了 转到转 转到这时候 这个OSPEAR了 是不是又开始工作 他就把哪一块要开始去做分区排序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吧 从这个脚镖开始 一直到哪个脚镖 在这个脚镖 懂意思了吗 старo 这个你懂一词就行了 这个已经很细节很细节了 然后所以有可能这个spear了 下一次再运行的时候又会生成一个 溢出文件 这没问题吧 所以这个溢出文件可能会有很多个 可能会有很多个 而且这些溢出文件里面都有一个特点 是不是已经有分区有排序的 同一个区里面 分区区号小的在前面 所谓的区号就是这些key的哈希扣的模出于那个reduce数量3都等于几的 0的是不是在前面 都等于1的是不是紧跟0的 都等于2的就紧跟1的那些吧 然后 同区中 按 key 有序的是吧 比如这个单是A1 A1 然后这个B1 是不是B一定在A后面 B如果A分给0号去 B觉得不会分给0号去了 因为哈希扣的有个规律是吧 可能 A分给0号去 B分给1号去 C分给2号去 然后D是不是又是0号去的可能 所以这个里面如果有A有D的话 哪个在前面 A在前面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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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是什么 D1 D1 吧 行吗 取个例子 来跟鞋上 这个A1 A1 然后呢 D1 不可能出现 D1 踩什么 再A1 不可能的 按key是不是排好去了 好 A如果在这个区 A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出现吗 我会啊 因为A你就分给0号去了 是不是一定会在最前面这里排在一起 好吧 那OK 这些数据就搞定了 然后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循环往复了就好 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 当MapTask去调line record reader 去next的时候 发现没有next了 是不是就切片都完了 读到最后的片音量是吧 那 这边是不是也输出完了 那内存里面是不是最后还有一点数据 最后一点数据是不是也把它溢出到 这个文件里面 也溢出 所以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但是并没有完全结束啊 他把数据读完之后 MapTask把他的切片的数据读完之后 把这一块数据读完之后 他这边似乎就生成了一堆的小文件 这些小文件 最后他还要做一件事情的 他会再做一件事情了 他会干嘛呢 他会把这一些磁盘上的这些文件 这一堆文件拿来干嘛呀 拿来做 合并一下 他会做一个合并 他又有一个 他会调一个类去做 叫做 叫做什么什么merge 合并好吧 他会有一个merge合并的这么一个工具类 他会调这个工具类去做这个事 merge 诶 这个字体的大小我怎么改不了 他有一个工具类啊 他会调的 调完之后就把这些文件合并了 合并完了之后 当然还在磁盘上 合并成什么样子了呢 这些黑色的时候都是0号区的数据 0号区的数据和0号区的数据会合在 一起 当然这个过程中这个顺序可能被打乱了 因为这边的和这边的拼在一起还一定有顺序吗 比如说你上次这边产生一些AEAE 下次是不是又可能产生AEAE什么F一样 那你拼在一起之后两个文件拼在一起 那就会出现AEAE D是不是又有AEAE啊 他会把它合并合并的过程中又重新排好去的 他又会排序的 好吧 所以最后合成的文件还是一个 有序的 而且相同区的肯定在一起 接着又是下一个区的是吧 接着又是这个区的 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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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 最后才是哪个区的 第三个区的数据KVKV 行吗 这边合并 这个同样是分区且 有序 分区且有序 说是说分区 其实这些数据全在一个 文件里面 只不过是按照这个规则 是不是相同的区的是连续存放的 然后区里面是按照K的 大小小的是不是在前面 全世界二线字 你想着全世界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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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但是他同时也会生成一个文件 这个就太细节了 一个分区索引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会指明0号区的数据 是从哪个偏移量到 哪个偏移量 1号区的数据是哪个偏移量到哪个偏移量 它会指明的 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 当生成这个分区且有序的 这个文件之后 MapTask的工作就真的 结束了 当然这个只是 我画的图里面是不是只是一个MapTask 那另一个MapTask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没区别 只不过他也会 就是他也会生成这么一个文件 只不过文件点的内容 跟他可能不一样一把 因为他们两个MapTask 这个读的数据切片就 不一样吗 好 所以下面这个 跟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这逻辑过程处理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画一下 哎呀我去 这个图有点大 像清明 上个图 这个长卷 这个长卷 是吧 这应该是几 1 1 行吗 那他的Nex读的数据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切片而已是吧 他的切片读的是哪一个 是不是一切片呗 范围呗是吧 读的是尺培的一切片这个范围 行吧 上面这个读的是spray的 0这个范围吧 你看我这个spray的0 是不是1是不是都有标记的 这个是 0切片范围 好 所以以后他们俩是不是都生产这么一个 各自生产一个这样的文件在他的本地子栏上 好 接下来该谁上场了 该Reduce上场 reduce可能也有 多个的对吧 reduce也有多个的 那这里也是一个 这个reduce task 然后这边 央 chart的是吧 央chart 好 假设他的编号为0 是吗 那他要干嘛的呢 他被启动起来之后 他就要去找 属于他的 数据 属于他的数据都是哪些数据 什么各个map产生的那个文件里面的0号区范围的数据 是吧 他怎么去找呀 他知道在哪吗 首先他都不知道人家的map task在哪个机器 谁告诉他的 m rapp master 是不是这个程序是m rappmaster启动起来的 他启动的时候是不是给指定个参数 你的编号为0 你取的数据就是0号区嘛 好 那他启动起来之后就取去了 他咋取啊 这个数据在别的机器上 这个数据在别的机器上他咋取啊 啊 而且我告诉你一点这个map task把这个文件产生完之后这个map task就走了这个程序就退了 就不占资源了知道吗 他就退了他就留那么一个文件放在那个机器上是吧 哎呀我去 那这个reduce task怎么就怎么去找人要呢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文件会被纳入到node manager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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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是不是肯定在某一个node manager上 一个容器里面啊 好他肯定会属于某一个node manager 是吧node manager机器是不是都提供了一个外部一个外部服务器的 你看他是不是都可以用网页去访问他的我们 对吧 resource manager 是不是也有外部服务器啊 他这个里面外部服务器是不是就有一个外部目录啊 就像汤姆看的里面是不是有目录啊 就像汤姆看的里面是不是有目录啊 对吧啊阿帕奇那个是不是也有啊 好 他这个文件其实就会纳入到node manager的外部 外部应用外部程序 这个doku 门头目录中 他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目录中来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配那个node manager的时候 他记得吗 配node manager配那个样的时候 安装样的时候我们配过一个参数 叫做node.node manager.aux-services 指示mapreduce下滑线 suffle 是不是想让那个node manager提供一个辅助服务啊 就是这个服务啊 帮你把这个文件放到外部目录里面去 有个什么好处 别人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node manager 那个外部服务去下载这个文件 给帮他读啊 给帮他去 好 那这个reduce task 其实他真的就是找谁去读的 是不是找这个上面的外部服务器去下载啊 找他去下载 只不过下载的时候 他会告诉人家要下载哪一块 人家只会 你不是下载第0块吗 他是不是就读这个文件里面的第0块的范围就行了 可以吧 那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ok 下载下来 同时 他是不是也会把这边的下载下来 好吧 那 这0号区的数据啊 那我干脆为了为了区分 我在这个中间画的分界线好吧 为了区分画一下分界线 然后逐个色 灰的 黄的 蓝的 我这个蓝灰色这一块其实就是0 什么东西 0号 怎么这个颜色不对啊 0号 区是吧 这是0号区的数据 这一块呢 2号区的数据 这一块呢 2号区的数据 没问题吧 他下载的是哪一块 0号区的数据 可以吧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来 我也来逐个色啊 灰 黄 然后哪个是这个吗 蓝 是吧 一样的 他也会从这边把 把0号区的数据是不下的下来 那这个下载的时候他里面用的机制是不是就是用的http下载啊 然后就下载没问题吧 下载下来那他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文件 不只得到一个文件 不只得到一个文件 我的MapTOS有几个 有两 那他会得到几个文件 得到两个文件吗 所以分别来自于上面这个MapTOS和下面这个MapTOS得了两文件 OK的 然后呢 他他要处理去了 是不是啊 他要处理去了 他要处理 因为我们的编程模型决定了 要把相同key的看成一组来处理吧 编程模型是不是那个思想 那他现在这些数据天然的是在一起相同的key在一起作为主了吗 有天然的是这个样子吗 这可是文件哦 这是文件 他下载放到本地磁盘来了 有天然的实现了说key相同的作为主了吗 有天然的实现了那个排序正确了吗 没有 哦 比如说这个文件里面有icaádaeae 天然这个文件是不是又有asiadhf呢 你把它拼在一起有用吗 顺序是不是不对了 所以你觉得他要做一件什么事 是不是那个وا gazeaeaaea näch획 他要拿过来重用一下 把多个文件合并 是吧 排序合并结成结果变成 一个文件 懂意思了吗 那一个文件 当然这个文件全属于 0号区的数据嘛 这没问题吧 他处理的数据都是0号区的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有 A1A1A1然后有D1 然后有什么D1有什么G1是吧 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可能有 这么A1A1然后有个G1G1 然后有个G1 然后有个G1是吧 你要是把这两个文件直接去读来处理 还对吗 不对了 该放在一起了 没放在一起 是吧 那怎么办 他就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就会排好序 那就变成A1A1A1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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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A1A 这几个 5个A1在一起 这5个A1在一起 然后呢 2个 2个D是吧 还有2个 还有几个 5个哥 这5个哥 这5个哥 两个姨 两个姨 5个姨 两个爹 5个 哥 都变成这个样子 才对 我傻的 我这个框框化 我摘了 看 这啥眼镜吗 用笔 用笔了 可以吗 终结这个线就 不要 傻了 这样 我去 这样吧 好了 用笔 用笔了吧 好吧 就这样了 这个地方就是核 核并 这个里面是不是又要设计了排序 其实它 排序 按照Kish排序 好 最后搞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都是reduce task 人家那个程序在搞 跟我们有关系吗 现在 没关系 下面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啥东西跟我们有关系 他要处理了 是吧 处理这个数据了 还处理这个数据 他也不是拿一个数据处理一次 他说拿一组吧 他能拿一组数据处理一次 拿一组数据处理一次 那 还收集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写了一个类 叫做wc reduce 就是我们写的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reduce 这里面有个reduce方法 这里面是不是人家要处理 处理的时候要传餐给你的 传一个什么 然后呢 迭代器是吧 还有个什么 contest 好 它要掉了 还掉这个类的时候 首先他当然肯定会把这个类 通过反射是不是搞到一个对象出来 不然咋掉 是吧 我们这个方法不是个静态方法吧 当然肯定会搞一个对象出来 这个叫 按下布表 好吧 怎么按下布表 然后看到怎么掉 怎么掉呢 他怎么掉呢 他其实是这样的 你用迭代器 就迭代一下 那我就在这写 每迭代一下 每迭代一下 每掉一下迭代器的方法 其实是吧 那个迭代器就会干嘛 那个迭代器就干嘛呢 那个迭代器就会把 你说把这个 最从最前面开始的 他会 你要记得他这个玩意还是个什么 还是个什么 文件 这个文件是不是他只能顺序读 他从最前面开始 就把这个给你了 给到哪里 给到这个参数上吧 所以这个参数里面是不是就有值了 同时 同时你那个迭代器迭代一下 是不是还有个零食变量的 一个 v value迭代那个什么 你办一个v吗 v迭代那个什么value 死吗 是不是 那你没这么搞一下 他会把这个key放到这 把这个v呢 放到哪 放到你那个迭代器用的时候 然后那个 那个value那个变量上面吧 可以吗 你再迭代一次 他干嘛 把下面这一对key value的key 是不是又传到这个里面了 把那个v呢 是不是再传到这个v上 懂意思了吗 他就这么反复的改值 改值 改值 但这两个变量是不是永远都是同一个对象 其实 他其实是从磁盘上把这个二镜子读出来 返去的话把那个数据是不是填到里面去 填进去填到那个对象里面去 填到对象里面去 OK吗 他讲的精确点 应该这样说 他首先会给人的key创建一个对象 什么给这个变量创建一个对象的 也会给那个迭代器里面那个v创建一个 对象 然后他就反复的从那个文件里面 读那个key的数据是不是set到你那个对象里面 反复的set 迭代一次set一回 迭代一次set一回 那你这个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就能拿到了 你就能不断的拿不断的拿不断的 好 但是 迭代的迭代的迭代的走走走 那要是把这个你放进来怎么办 那你的逻辑就 你的逻辑就会出错了是吧 我本来是处理A的 我靠他还给把低的给过来了 那你的沃特康的还能对吗 我来看的不能对的是吧 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判断 就是那个什么 分组器 他在这里迭代的时候会有一个分组器的判断到哪里为止的 一个什么 分组 比 比较气 这叫grouping complet 他在这里做迭代的时候 下一个还给不给你 他要用这个分组比较气去判断一下下一个值和你上一次那个值干嘛 那个key是不是 一样 是一样那你跌的这次还可以跌了一次 还是一样还可以跌的 还是一样还可以跌的 不一样的 停了 你的方法是不是结束了 你负训还负训还不了了吧 就跌的完了 他下次再掉你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开始了 就把这个传给你 然后判断下一个还有没有 下一个还有没有 下一个还有没有 所以最后让我们产生的效果看起来就是 他看起来就像是把这一 一组是不是看成一 就是把这个作为一组掉一次而已 其实他是 挨个挨个的去看的吧 等一层了吗 只是看起来效果像是好像把他们看成一组来掉了一次 效果是这样 但实际做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知道这一组有多少 他是一个一个的给你挨挨挨挨看的 他的目光 很短浅的 走一步看一步的好吗 他是 他并不是事情就知道你这一组有多少个 一个一个给一个一个给 但是效果上确实就变成到了 可以相同的就是 一组是不是掉一次了 这只是效果了 懂懂意思了吗 好吧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OK 那他是不是就完事了 他什么什么完事 当他把这一组搞完了 把这一组也搞完了 把这一组也搞完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可以吧 那我问你 他有没有可能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里面有没有可能G1在这个A的前面 不可能 因为我们这个中间Map产生的数据是不是按照K的大小就排好去了 然后Reduce这一端把他们合起来之后是不是又排了出去 所以一定是K小的在前面 所以导致他一定会把A的这一组处理完了 接着才是D这一组 接着才是 记这一组 这个文件里面的顺序是不是已经定了的 好 OK 然后当他把这个三组都搞完了 那他调你的Reduce一共调了几次 三次吗 这三组啊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三组都搞完之后 应该不是他三组都搞完之后 应该说他每拿一组 给你处理完之后 咋的 他每一组给你之后你是不是迭代完之后做了一个聚合 你做了一个聚合之后会干嘛 context. .write 他会context.write 你是不是输出一个聚合对这一组数据聚合之后的结果 你给了他 你给了他之后 他 拿着咋办 是吧 他拿着咋办 告诉你他拿着咋办啊 他是不是写到 啊 hj翻什么去啊 是不是 所以他会干嘛呢 这个context.write之后就这一句话 其实这个数据会被传递给 另外一个工具类 传递给一个工具类 这个工具类叫做 其实不是啊 首先他有一个工具类叫做 text output format 好吗 叫textoutput format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方法 这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叫做get record write 通过这个方法 他就会拿到一个 新的对象 就是个什么对象 re code write的对象 然后他就会反复的掉这个recordwrite对象里面的 write方法 uk v 就说你这个数据会被反复的传给这个方法吧 这个方法就会把你的key和你的v 写出去 写到哪去是不是这个类似写的逻辑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 好 这里有一个re看到有个叫什么看照 叫叫叫textoutput的 fumat是吧 这个里面你看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get record write 他利用了一个什么recordwrite给你 line 是不是一行一行的写的 他写的就是一行一行写的 然后你进去看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 他有一个write方法 是不是把这个keywrite放到这来了 他就可以去写去了 写上去 一个流里面去了 这个流 当然他事先就早已经 出手号好了 是不是hdfn上一个目楼上的文件 好吧 然后他就写 而且写了之后 往这个流里面写的时候 key value separate 这个啥玩意 就是一个key value之间的分割符 好吧 这个里面有好几种 就如果你的key 什么 什么什么 如果看你的key等不等于 等于浪是吧 key是浪 如果key是浪 而且value是浪 是不是啥也不写 看到吧 这两个是个不小时吗 就是key是不是等于浪 value是不是等于浪 如果两个都是浪 啥也不写 如果key不是浪 他就写什么 你key是吧 等等等等 这个里面就不太就出了 他就往那个外面去写去了 好吧 他就写出了这个out 是个啥呢 你看out 是不是你认识啊 对他out 不是这样 好吧 他就写出了 好 ok 那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图 交给他 他就写出去了 写出去了 看我们的文件路径 当时设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设置的是一个本地文件的路径 他就写到 本地磁盘 如果设置是hdfs的文件系统 他就写到 hdfs里面去了 反正最后都会写成一个文件 别管是在本地还是在hdfs 我们通常嘛 应该是运行在哪的 集群上 那应该写到h dfs 写到hdfs里面去 他就会在这个里面 产生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名我们都认识都见过了 文件名叫什么来着 叫做part 当然那个路径是不是你早就在那个参数里面设好的 他是不是里面有各个地方都带着你的参数的 他当然知道你要写到哪去 我的看得下的 output下 他就会在这个里面生成一个文件名叫做part 啊 00000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 他说把一个key 把一个杠梯 还一个什么value作为一行 你没给一个key 他就这么写 然后又是一个key 什么杠 杠梯 然后呢 之所以写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因为他这个line recordreader是这么工作的 你要是不想让他写成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怎么办 你就可以重写这个什么 line recordreader或者你重写应该说先重写这个 让这个方法返回你自定义的一个recordreader 对吧 是不是重写这个textoutput format 那在那个get recordreader里面 另外一个你自己的recordreader给他 他将来他调的是不是就是你那个里面的那个reader方法 你往数据库里面能不能写 能 你往哪里都能写 你可以往文件里面写 你可以往数据库里面写 你可以写的跟他不一样 比如说我的分割服就不想用钢梯 或者我不想有行的概念 我全部连成一行 是不是爱怎么着怎么着 因为这个组件给自定义了 ok 那当然他是这么干的 另一个reduce呢 不一样的吗 只不过拿的数据不一样是吧 另一个reduce应该拿哪个取的数据 拿 1号取的数据吧 是吧 拿1号取的数据 ok 那我这个图稍微改一下 拿的是 1号取的 这3号 然后他拿到这边也是 1号取的 就这样 行吧 我本机制啊 能少打一个 少打一个 行吧 他拿的时候是这么拿的 从这边下载 1号取的 这个头还在这 然后 这是1号取的 头还在这里吗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这个内容肯定不一样啊 就不改了 然后他这边生成的文件就不叫做PAT-R-0000了 他生成的文件叫做 PAT-R-00001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里面他是不是也是输出些key -t 86 key -t 86 点点点点点 是不是 当然我这个图还没画完 我那边分区分了几个区 我能分了三个区 那说明reduce应该有几个 三个不然这个区的数据是不是没人搞了 他到我就不画了 好吧 还画一个是不是一样的 reduce 当然这个区域的编号把它改向 这是一个 1的是不是 这个是0 这是1 搞定 好这是个长卷 这是长卷 好 这个里面有一个过程 有个术语 就是map的数据 发给 其实并不是他发的 是人家去取的是吧 但是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map的数据分给reduce的时候 整个这个过程 就map的数据传输给reduce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做什么 叫shuffle 这个中间过程叫做 小 洗牌嘛 洗牌是不是把数据这些发给你这些发给他 好吧 这个shuffle是什么东西 map task 生成的数据 传输给 reduce reduce task的 过程 叫shuffle 其实就是两个阶段之间的 数据的传递吧 map阶段的数据传递给reduce阶段的时候这个中间的过程就叫做 shuffle ok吗 ok ok 好 这是 一个map reducer 一个map reducer 它的整个框架的内部工作过程呢 还剩下一些原理就是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起起来的 然后 mip master是怎么起起来的 然后map task怎么起起来的 这是另外一部分的东西 我们再说 好 清明上后图 这个长轴好吧 我们再来 以后 好 置